公务市长陈希迈8号公布本土COVID-19疫情加龄 并且呼吁符合施打第三剂的民众疫苗早日打好打满 65到74岁以上长辈第三剂接种将由区公所发放通知单 2月14号起开始施打 另外也鼓励18岁以上民众踊跃施打 接种第12剂疫苗将赠送200元礼券 我们当然是鼓励啦 鼓励大家打疫苗 所以18岁以上民众 假如你是接种第一剂第二剂 只有200块的礼券 那在高雄市的这个部分 你假如是75岁以上的长辈 那我们施打疫苗的时候 我们就在这个应该是第一剂第二剂第三剂 都有500块的礼券 另外师傅也持续在高风险区开工前进行普塞 6号和7号两天高雄港共塞了2117人 造船厂筛减2875人 目前结果都是零确诊 其境社区筛减站已经筛了15792人 期盼相关人员落实个人防护以及防疫的措施 厂商和所有劳工朋友共同合作配合防疫 在红区的部分已经经过了四次的筛减 那其中的一次是这个快栽居家快栽 三次的PCR 那代表说我们在港区啊 这个相关的这个风险 现在其实已经大幅度的这个降低 由于过年期间人员移动往来非常密集 加上Omicron传染力非常强 打疫苗当然还是最有效的方式 陈希迈还是鼓励大家务必踊跃施打疫苗以阻绝疫情